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我上班在廣東道那邊 即是佐敦 在那條玉石街 我就近佐敦道那邊的玉石街 發生了一些事 原來在我們上班那段時間 我們真的剛剛對著那棟 對著那棟對面街的商店 即是一間寶石行 就被淋紅油 還要是我們上班的時間 即是你明明啊 恐怖在於 你日光日白夠膽死 即是如果你半夜淋的OK 但是它是日頭 因為我們早上那個康奸大概回八點左右 他說那個紅油那時候都沒有的 是真的剛剛淋 然後我們一上樓沒多久就看到有警察 大家知道香港警隊是幾快的 即是有人一報警 基本上就五分鐘十分鐘就一定到現場 所以其實你會發覺是很恐怖的 日工日白 尤其是這段時間都是多人走來走去上班的 都夠膽這樣做 當然那個店舖就是因為未開門 所以只是臨到鐵閘 我今天下班的時候我收五點 我都有看過我們這條街的地舖 即是賣玉石 賣寶石 那些商舖 平時是沒有這麼早收的 你想想去開工的時候 都已經是十點多 難道還收五點嗎 但是我收五點 其實我收五點 就真的五點馬上飄進去那隻 已經刪了 是九成店舖已經刪了 還有那一成已經是抓了閘 剩下一個門口仔 以前是沒有的 今天是很特別 大家真的害怕 那當然啦 我們警隊很好 那當然可能有些人也都會說 香港越來越恐怖了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誰做走了恐怖呢 不是又是你這幫黃絲 如果不是有黑暴那段時期 為什麼現在那些人這麼夠膽呢 即是我相信 如果沒有黑暴 光是疫情過後 我們的經濟是會復甦得好一點的 因為有黑暴 內地同胞覺得 哇 你們這樣對我們 你們不只是罵 或者歧視我們 大家都有經歷過 什麼光復上水 光復元朗 光復什麼 其實都好東西 內地同胞討厭的 但是都還好 但是現在 經過黑暴之後 哇 什麼你們是這樣的 哇 打人的 你只要說廣東話不正 你就會到處被人打的 那你竟然這樣 以前都純粹 口頭 或者在我不見不到的範圍內 出一下聲 但是現在是 我只要被你看到 我就有機會被人打 那既然你這麼不歡迎我 我就何必來呢 所以現在經濟是很差的 那我說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那如果 你不時都會在 佐敦道店 你會有機會見到解放軍的車 那我不知道 它是載軍人入營 還是車出來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佐敦道店 是見過兩次的 兩三次 在哪裏呢 那條叫做奧斯汀路 奧斯汀路 我都基本上都好像 在佐敦道奧斯汀路那裏都見過 那大家如果在那裏住 或者經濟那裏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今早又見到解放軍的軍車 那 薩姐今天準備不切 還不切愛心手勢 但是我都有跟他們揮手 那我當然不會阻礙司機 因為他們後面開著的 那我見到那些軍 是女軍官來的 是女軍官來的 那跟他們揮手 他們都有揮手回應我 那大家可以做一下這些 雖然大家好像覺得 解放軍在香港就好像沒什麼用 這個都實話實說 解放軍在香港真的沒什麼用 但我覺得這個並不是有沒有用的問題 這個是主權的宣示問題 亦都是保護問題 所以沒有關係 他有沒有在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其實 軍人來說 沒有打仗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做 更加不希望 當然有天災人物他們會出動 但是大家都不想的 尤其是香港是一國兩制 就不是解放軍不做事 是香港是一國兩制 如果好像當年山竹那樣 他們真的要幫忙的時候 其實是要政府 即特區政府去請他們 因為始終是一國兩制 所以他們不可以自己作主 所以大家都要體諒一下 不要有些人會說 解放軍在這裡 什麼都不做 最重要的 大家要搞清楚 解放軍不是我們給錢的 所以不要被人誤導了 解放軍是阿公給錢的 是跟我們無關的 所以他做不做事是跟我們無關的 所以今天這個 純粹是因為這個 令我今天心情都很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剛剛買到機票 如果大家真的 是想新年出遊 其實你現在要買機票的了 這個是傻姐給的貼士 你不要以為現在還有半年時間 買是不是很過分 不過分 我剛剛買了 當然啦 傻姐就是決定了一定會去的 就算真的去不了 我契妹的鄉下 我都可以去附近的城市 新年期間住北京酒店 就一定貴的了 我可以去附近的吉林酒店 很便宜的 告訴你 又新又美又便宜 我現在看到在遼寧 丹東那些酒店 我都特意選的 因為有時候拍得漂亮 拍得漂亮就不代表到時候是漂亮的 因為你不知道照片是何時拍的 當然啦 如果有些旅客 他剛剛住了然後拍給你的 當然可靠很多 但是有時候就是 他住的房間漂亮乾淨 就不代表你住的房間漂亮和乾淨的 乾淨就很難說的了 應該就不會差太遠的 但是如果你說漂亮啊 新正的那些 你選一些年期近的 你一定是漂亮和新正的 應該這樣說 我所謂的漂亮 就是不會長子剝落 什麼什麼生壽的那種 所謂的漂亮 但是品味的東西就不包的 所以我現在是選擇一些 在丹東近鴨陸江段橋那邊 總之是鴨陸江圓河那些 選擇大概是一公里 即是一千米左右 千多米那些 可以走路過去那些 其實都是在說兩年內 兩年內的新酒店 都是在說二百多元 有些百多元 看看位置是怎樣 你看不看江景 你看不看那條鴨陸江的江景 如果你看那些 通常是百多二百元 那這些是圍堵的嘛 大佬 就算住十五天 我也是三千多元人 可以啊 如果到時我再住遠一點 吉林的更便宜 那一件事是冷不冷的 阿姐我本不本事能夠捱到冷的 其實現在機票都開始緊張 那大家知道我其中一個老闆是做旅行社 他可以幫我查到機票的 那他都說 其實已經最低卡市那隻 同樣是經濟倉 最低卡市那隻都沒有了 要在經濟倉裡面去到中上卡市 那些才有 所以我早兩個禮拜 三千頭 都買到來回北京的 又是差不多日子 我都買到的 三千頭 但現在不行 現在 便宜的都要三千中至三千尾 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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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變化了 那如果你再遲多兩個禮拜 就要死的了 其實現在 我說的三千中至三千尾 是最便宜的了 有三千頭的 飛十幾個小時有三千頭 告訴你 因為中間會 不知道繞去哪裏轉一程機 飛十幾個小時有三千頭 你有沒有這麼愚蠢 如果說真的難聽些說句 你願意十幾個小時 三千頭的話 你坐高鐵 九個小時 是不是 高鐵 九個小時 基本上高鐵是沒有加價的 你搶不搶到飛 九個小時應該是一千一元左右 那你不如一千一二元 你來會只有兩千多 你不如坐高鐵 你願意付出十幾個小時的話 好像十四五個小時 那你不如坐高鐵 所以如果直飛 你現在基本上是在做三千尾至三千尾 大家要看清楚這個陷阱 其實三千尾 包不包稅行呢 包完原油附加費稅行未呢 你要看清楚 那現在大部分都會寫實價給你的 就不會 我覺得現在的網站 沒有那麼多了 但是老實了 那就是說三千五就是實價來的 已經包了所有 在下面都會有一句 是已經包含了所有稅行的 和附加費的了 那你就可以真的用那個價錢去比較 因為有時候 你政府那個稅行基層建設費 那些你都還有數位 不太貴 但是那個附加費呢 就是燃油附加費 或者其他什麼附加費 這個是可以很大的波幅 那所以最好就是 如果現在方便了 都不要說只是方便我 方便了很多人 那就是說不需要他們計算 總之現在這個就實價了 那所以我自己買了一張機票 大概三千六三千七左右 因為我最後買單就是三千九百多 但是我包含了我買了二百九十幾的保險 15天的行程 300元不用的保險 其實是值得玩的 那我看過那些內容 那當然如果你跟他買的保險 其實會便宜過你自己去買的 但是你要看一下你的內容 合不合乎你自己 那所以呢 我OK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其實 雖然我說我中間會去瀋陽 但他其實都是計你中國國內的了 所以不會在北京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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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realised 所以我覺得$300只 distortion 於15日券是划算 所以bern用短期就是$37,000左右 坐下 Classroom 我看到有些是$L3,300 但是我的老闆就教我 聯營那些不要買 因為3300那個是聯營的 那就是某個 我說算了 說出去 那是Air China的 我說我看到 因為我不是直接在Air China那裏買的 我就在那些叫做旅遊Asian那裏買 那我就看 哇 我說3300 但是咖啡店好像要3700 我就想著欠幾個水 我說其實行不行 那我的老闆就教我 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因為那裏下面 因為現在基於某個商品說明潮禮 如果它不是自己Air China的機 不是自己承包 不是Air China的機 它下面通常會寫 跟哪間航空公司聯營 有兩種做法 所謂聯營 就有機會是用它們自己的機 或者是用Cafe的機 但是大家可能 哇 那就划算了 3000多元坐Cafe 一個不幸運 不是不是一個幸運 對不起 一個幸運坐Cafe Cafe貴很多 但是我那個老闆就告訴我 他說因為如果有什麼事 他說聯營那些通常容易出事 那不是說飛機容易出事 是延遲了 配不到飛機過來的時候 這些出事 就容易遲的 不會飛不到的 但是會容易 就是突然間沒有航班 或者是突然間遲了 那你可能要等下一班 他說有這些情況 是會比普通 你只是去那間航空公司買 是多的 他說到時候你想打電話去問 的時候 可能Air China就說 我們其實判了給咖啡 做的 你去問他們 那班機是怎樣的 你去問他們 你去問他們 但是你打到咖啡 他說 不是啊 你現在買機票是Air China的 我們不管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人口 所以我的老闆就說 如果聯營那些你不要買 風險相對是高很多 那不是說我買咖啡 或者只是去Air China的網頁 買他的機票 就不會延遲 就不會 cancel 是不會 一樣會 但是起碼他們會負責到 因為你真的買去航空公司那間機票 你是通過他的網站買去機票 你真的買去那個航班 你不是聯營 所以他是不能離開的 變相我這次 我也是通過其中一間旅行社 因為我老闆那邊拿不到靚機票 所以通過了大型旅行社 去買了cafe的機票 因為Air China 它是寫著基本上全部都聯營 大家知道cafe有幾負責任的 其實 Be Honest 傻姐是不想坐cafe 不是說什麼 但是自從疫情之後 飛北京的航班是少了 現在一天基本上好像只有四、五班 但是飛北京的航空公司 只有兩間 暫時只有兩間 我不算 我不算 中途要站10 即是中途轉機那些不算 真的直飛的話 現在我怎麼數都是只有cafe 和Air China 我是找不到其他直飛 所以在Air China要聯營cafe 其實也是cafe搞 所以我寧願直接買cafe 有什麼事 cafe要負責 因為我直接買去機票 大家很清楚 大家很清楚 cafe有幾負責任 如果我真的買了Air China 到時cafe 它自己說沒有機器 不讓Air China Air China局取消的話 我去找誰 是不是 就算我比較難輕 真的 試過 有人試過 也有客人試過 他真的買cafe 但是怎樣 他真的cancel了 他打去開門 開門也是照耍去的 那唯有的好處就是 保險cancel了 但是你要cafe 給你一些賠償 什麼事 住酒店 什麼事 你就真的 看他開不開心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 想著新年去出遊 或者是回內地的 如果你是想著搭高鐵 現在高鐵未開售 所以你不用只要搶 高鐵未開售 你不用搶 現在高鐵好像 開售到大概9月10月的票 所以你是不需要搶的 如果你是新年那些 那機票 你現在趕快 真的決定了 那你就趕快買 那另外一件事 你要看回就是 改期費 那我現在看回 那如果 我在之前cancel 好像給手續費 要扣1100元 改期都是要扣1100元 那如果你說 在之後才cancel 你可能要賠2千多元 我計算過的 總之 如果你改期 就要給1100元 改期費 萬一真的 我回來的時間 我要後些 那我加1100元 都比我買 14日後的機票 因為其實航空公司 那個機票有限 7日期的機票 和14日期的機票 那它會是便宜一點的 但是你一過了14日 第15日的機票 那你就會貴很多 如果好像我現在 我剛剛14晚的 其實我計算14晚的 那剛剛好 如果我訂星期一的機票去北京 我接著隔一星期 再隔一星期的 星期一回來 剛剛好14日 即是14日 那它是便宜一點的 但是我只要 星期一的機票 接著隔兩個星期 不應該是星期一的 如果我星期二才回 就馬上有3千多元 升到五千多元 差一天 差兩千元 因為一過了14日 它就會高很多 那我計算過 因為到時 我現在押了便宜機票 3千7元 我到時真的改期回來 我也是加多1千一 即4千8元 都比我更便宜 遲些買五千多元 是這樣的 大哥 我們這些人是 孤寒的 經常都跟你們說的 說錢 傻姐是沒有輸過的 說數是沒有輸過的 所以我計算過 所以現在買了先 不要等遲些 看定些才購買 不要看定些 你遲些買就五千多元 其實現在都有些機票 是要加 同樣好像我現在的期間 5號去 19號回 但是 某些的中數 是要加錢 即是 底價就 3千7元左右 即計算所有東西 大概是3千7元左右 底價 好像是3千6百90多 總之3千7元 但是如果你想要某些 中數的機票的話 是要加多幾百元的 現在都是這樣的 當然 傻姐 因為現在早 我還可以選一些 叫做好時間的 例如 我選12點鐘飛 就去到北京 3點多 大佬 你可以選9點機 7點機更便宜 問題是7點機 我要幾點起床 大佬 7點鐘起飛 你要早2個小時去Check-in 如果你想要靚一點的位 你真的要3個小時去到 那2個小時開 給你Check-in 我要幾點起床 我有什麼車過去啊大佬 9點半都OK的 9點半就是你要7點半之前去到 那好像青衣機場快線就開6點的 那都辛苦啊對不對 所以12點是最熟的 8、9點起床 然後坐機場快線過去 最方便最熟的 那我晚上回來的時候 我就選6點多 7點多的班機 在北京回來 回到10點多 那就剛剛好 就可以坐機場快線回家了 如果幸運的話 還可以坐巴士 我所謂好彩的就是 因為如果巴士好像是12點 巴士應該是12點左右 有1點多12點就停的 回到來青衣 幸運的話 我就可以坐巴士 因為巴士如果不多人 你拿著這麼大的行李 他都給你上的 如果多人就不給的 那就會給的士坪 平平二三十元左右 所以我選這段時間 是比較fit 和比較靚的 因為如果7點多 在北京走 那我可以吃完下午 和乾妹她們吃完下午 然後才回來 或者北京吃完下午 才上機回來 那就不用說 很早 因為如果你是北京12點 飛機回來的話 其實你真的沒有什麼點 你差不多一起來 就要去機場了 所以現在 是還有一些好時間的 但是再過多 一個多兩個星期 那些位置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就變了這些好時間 你就要加錢 我看到有些網站 已經在這些好時間 已經加錢 還在加300 還是700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買的 真的要 不是說只是北京 其他都是 上海 有什麼都是 因為新年多人回去 那你早些決定 早些拿著 要不就像莎姐一樣 與其到新年被人 割到一頸血 不如現在買了 我起碼知道 去那程 就一定知道 只是回來那程 回來那程 就是 我想不想逗留久一點 就算逗留久一點 我只能加1,100元 只能加1,100元 只能加1,100元 也比9月 就已經4,500元 9月底 大概4,500元 平時都是差不多 這些時間 因為 我們做旅行 我們知道 大概過了暑假後 大概9月 10月 人們就開始買新年 那些東西 所以大家 大家不要不提醒大家 想買的現在差不多了 那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